7点58分的这起枪阵 希望大家都平安 当时您在哪里呢 很多人惊呼太可怕了 25年来 比921还恐怖的剧烈摇晃 这个什么画面 这个就是镇央所在的花莲 这里是最惨烈的地方 就在花莲 我还想等一下 一个一个到我们来看进去 至少录影的此刻 已经夺走了八条宝贵人命 更恐怖我们在双北 感受到那个五级的摇晃 高楼层真的已经是人生跑马灯了 居长哥还有抱歉的观众朋友 今天早上7点58分 全台有感地震 它的规模是7.2 台北比921的这个震度都还要更大 是五级的强震 921的时候台北市才四级 当时就已经天摇地露 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先来看造成的印象要哪一些呢 新北市的中和这一段的捷运 这个跟大家上班相关 7点58分 突然在摇的时候 捷运车厢里面都吓到了 不只是立刻停驶 俊阳哥你要看 从下面往上看 这个捷运直接已经位移了 新北市政府说这没办法 它不可能短期修复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捷运停驶之外 改用接驳公车 在这条路的下面 各方已经先把它围起了封锁线 不要有行人机车或汽车经过 否则很危险 这是在板兴站跟中央站之间 另外你要知道 一样是中和 中和的整个大仓库 因为地震的关系 看得出来这个仓库的年份 有点久远了 它可能钢筋水泥也撑不住了 过来都打下去 对不对 再看永和 中和往北走到了永和 永和上班时间 观众朋友 台湾有多少人是骑摩托车上班 对 你看这阿姨有没有 它是在路中间停下来了 摇起来 来 我们再看一次 你看中间那一根 那一根电线杆还是什么 一个铁杆 可能是拿来挂鼓一起用的 坏成这样没人家叮咚 在这个精华酒店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到这个早上去沉泳 他在游泳 整个精华酒店的楼顶的泳池 现在已经关闭了 观众朋友 因为怕说会有余震 我们知道在规模7.2的地震之后 可能会有余震 他的朋友正好没有在泳池里面 把它拍下来 你看多么的惊险 它的晃动程度超过你的想象 新店的安泰路 有7栋房屋 整个下线 观众朋友要注意看 你平时在这边走 你根本不知道 它会塌下去以后 下面地基完全都透空了 你在想看看 你看那个门在哪里 右手边是房子对不对 都有门 那个门走出来本来应该是路 现在完全没有了 不见了 它完全你看像这线门 它旁边出来完全都没有 基隆的东信路有一个顶楼 它的直接水塔 整个因为地震摇晃的关系 所以它倒了破了以后 整个水从天降 整个水都摇下来 有没有看到 直接倒下来 那这个妈妈可能带来小朋友 赶快往后退 怎么会水都倒下来了 一路该看 看到了龟山岛 因为早上大家在讲说 龟山岛的那个龟首 好像因为地震的关系 有没有大家看到其实新闻 那观众朋友 震落了 对 要跟大家讲 公共署已经有澄清了 一个龟首其实是这整块 这整块龟首其实 它还蛮大的 确实前面这一块是有落石 所以掉到海里面的时候 有这个整个阳城起来 到了花莲就不一样了 花莲的重德山 也就是清水淡来这一整块 到目前为止 好多地方都有整个路塌 还有落石 特别是落石 俊阳哥好几个影片看得不少 在开车 谁知道我开到一半以后 突然天摇地动 还来不及反应 大落石下来 就直接扎中车子 里面就造成了伤亡 所以你要知道 把那个画面整个放开来看 从花莲往北看 清水淡来一整个长串 好几公里都在承阳 所以代表说整片的山 都往下走了 那你看在这个 苏花公路的部分 这个清水桥坍塌 这个20米长的清水桥 刚刚讲的那个新店 这里你看 这个隧道一出来以后 这台车 好感觉它又停在这里 继续往前开 这边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它的地震在花莲 正央在花莲 所以花莲受到影响 比台北还要大得多 你在台北已经说 我们家的CD公仔都倒了 对不起 花莲是路直接就塌了 而且路子掉下来 就砸中车子了 在花莲的北宾街 有个早餐店的这栋房子 一开始 全台湾最早看到的 就是这栋 直接在地震以后 整个房子的这个 可以说是它梁柱 撑不住了以后 直接往前倾斜 整个塌下来 你看它就跌倒了以后 压下来了 所以一楼店面 直接不见 跌倒都打乱 你看就在画面左手边 另外花莲大地震 还有一个天王新大楼 观众朋友 现在大家还关心 天王新大楼它倒了一半 来 导播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天王新大楼倒下来 也是一样 一边倾斜以后 这栋建筑物还在 你看这个坐在车上的人 快走 因为他没办法 我先走 赶快离开车子 大家都害怕 而且晃动的程度 真的是很严重 就跟水位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会害怕 那现在这个天王新大楼 它倾斜的部分 已经接近另外一栋饭店 连国外的媒体 CNN 日本的NGA 都报道了这个新闻 云役的湖位有藏场 烟囱也是老旧 在晃动之后 直接拦腰就折断了 你要知道 这么多的灾情 到处的传出 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情况 就是影响了 整个台湾的情形 而花莲就是目前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以往都会说 虽然这个举例 我也不是太喜欢 但是我们都会比例说 它到底有多严重 921的时候是几颗原子弹 这次就是多少 921是规模7.3 这次7.2 所以差了一点点 但921 它的地面是深8公里 这次是15公里 更深 所以影响没有921 那么的长 那么的大 还差一点 这次的威力大概呢 就是46颗的原子弹 也就是1999年 921大地震的时候 最严重的 最大的一次的地震 那现在目前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花莲 因为专家会直接跟你讲 我们住在花莲 看到这个风景 非常的漂亮 但是花莲 基本上 它是在琉球影末代的 这个镇上方 有没有 它下面有一个 琉球影末代 这个地方就这样 对 下去了 所以其实呢 在1920年代的时候 观众朋友 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也就是100年前 曾经出现了 规模8.0的强震 今天是多少 是7.2 所以在100年前 曾经出现8.0的强震 所以按照它那个 频率跟规模 叫正常的能量释放 每100年就有一个大震 那希望 对 对啊 2024 对不起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历史 拉开来看的话 地球它就是在这个正常的板块 会位移 会有能量的释放的时候 100年到了以后 现在有一个大地震 那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基本上 规模7.2的地震之后 后续我先提醒大家 一定会有很多余震 光是今天就有很多的余震 那余震会来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 今天这起强震 震的大家七婚八素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当中 我为大家邀请到 是中央大学地科系的教授 严洪源 严教授来到现场 老师 几个问题我们迫不及待 请你来帮我们解惑 第一 今天7.2的这个强震 真的好可怕 它怎么造成的 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红色的这个 对 就是我们今天震源的位置 是 很明显的 它就写在菲律宾海板块 对 所以很显然 它是一个菲律宾海板块 向北引墨到欧亚大陆板块 所发生的一个地震 所以是板块护壳 造成今天地震 可是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其实我们就对照 日本的三一 三一地震就是引墨 所造成的所谓的海沟型地震 或者引墨板块的地震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 所谓的海啸 加上它震源也比较浅 规模也比较大 所以它海啸很大 我们今天也看到海啸 对 今天是够浅 15点多 还不到16公里 是浅层的 然后立刻针对琉球 菲律宾 台湾都同步也发布了 要注意海啸情报 后来没有治灾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最典型的 在所谓的引墨带的地震 是最担心 就是造成海啸 是 张家也提醒我们 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要注意余震 可是我们第二个要问的是 为什么今天7点58分 明明这样在花莲 可是台北居然测到了五级 感受到了五级的震度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它今天主要的能量 因为看起来 它是一个所谓的 往上冲的 所以能量应该是往这边 主要的能量 是从海床往陆地 是 顶上来的能量 对 在破碎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比较大的能量 是往这个方向 是 所以过去大家说 像为什么这次中和 还有土层的防止 一些倾斜什么等等 再加上有人讲说 桃园不是最安全 为什么这次晃得这么厉害 我想最主要还是 这个所谓的 主要地震的能量 它的方向 它的辐射方向 桃园 它是土壤液化浅室里面 相对稳固的所在 特别是 我们常常去看 它下面的都是石头的铺盘 对 温软石没有错 结果老师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过程 就是因为它是往陆地推 刚好那个角度 就是往你的西北角推过去 那再来 大家要问的就是 今天一直都有专家 一直都有快报提醒大家 我们开始放四天的 清明连续假期 可是这几天分分秒秒 你都要提醒 可能会有规模六 规模七的余震 会有这么可怕的余震 为什么呢 一样好 我们从这张图 像今天早上 主震发生之后 第一个余震就发生在这里 就是在板块的南边 也就是说本来花莲这个地区 我们从这张图 可以很清楚看到 花莲这边 一个点就代表一个地震 所以花莲陆陆续续 就是这边有一群地震 这个板块有地震 这边都有地震 所以在整个 因为所谓的眼墨板块 再加上往中央上面挤压 其实整个花莲市 就是比较破碎 那么在破碎的情况 你只要能一个像规模7.2 的一个这么大的地震 它一摇会把可能原来 要破裂的岩石 或者是岩层 它加速它破裂 所以余震会不断地发生 今天的这一场强症 我们开始去找原因 包括专家都要来把卖 提出了一个名字 叫做琉球引墨带 这是什么东西 它对于台湾的 陆地上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是 好 我想就用这张图 来说明的话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王北引墨的这一个 叫做琉球的导弧系统 那南边当然另外有一个 旅送导弧系统 这个不同颗色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 就是花莲 花莲这一带地震 密密麻麻的 有深有浅 这个就是我们 大家所比较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所谓的 引墨型的一个地震 因此我们在今天所看到 虽然这个海沟 到台湾这里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现在 很确实的可以看到 这个板块是在这边移动 一移动它就会引墨下去 所以会造成 不管刚刚讲的 以末代地震或者甚至 它把地表挤到裂开来 我们大家所提到的 台北是一个盆地 那盆地的效应只要一产生 我们感觉摇晃就很厉害 我想今天大家在北部 或者新北的这些民众们 他会感觉到摇晃很厉害 就是所谓的盆地效应 那盆地效应就是 当振波送到这个台北盆地 东边的时候 因为速度变慢 可是后面的震波又来 所以有加成的效果 因此台北都会感觉到 比较摇晃 今天晚上开始四天 年假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今天就有点惊魂未定 是 不过是这样子了 就是以这个 花莲地区的这种地震特性 西匠局事实上也说明了 但是我想我的看法 跟西匠局很像 像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地震 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 还会有规模6.5的余震 还会有啊 会有 可是以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地震的机制来看 应该两个礼拜之后 它就衰减得很快 地震序列就结束了 这起强症除了救命救灾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担心的是 护国神山产业安好吗 最怕断电 最怕一点点的摇晃 通通产现药报废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晃度 台积电内部晃成这样 他们的厂房呢 甚至科学园区有多少的员工 今天一晃 你看这个画面 情况这么严重 今天我们就问 宇轩带我们来关注 到底一年喊出要 10座的台积电厂 大家都要来旁边设厂 大家都要护国神山产业 但是我们脚底下 踩的是多少破碎的地层 有多少的地震带呢 是居然哥过去大家讲 地牛翻身 在形容地震 但这件事情 这一头牛 刚好可以形容两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股市也最喜欢讲 叫做牛市 如今这个牛市 今天真的抖动 真的稍微翻身 让所有不管是 中华民国所有的国民 台湾的居民 又或是股市的股民 大家都为之震惊 为什么 来各位 今天花年的地震 大家早上通通都很有感觉 但台股开盘一样 各位这次叫做跳空 它是跳空下跌 直接开盘就跌了100点 大表对于这个地震 感到很恐慌 投资人缩手 而且台积电这个全职股 非常重的台积电 也跌了高达10块钱 而且通通都是用跳空的方式 你会问 不对啊 宇萱 地震跟台积电 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当然有 台积电需要设厂 设厂需要扩厂增加它的产能 但是别忘了 台湾整个岛屿 都笼罩在地震带上面 来 我们先讲过去的案例给你听 以前2016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个6.6 这一次是7.2瑞士规模 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台积电的南科厂 当时就受到影响 停工了7天 而且10万片的晶片受影响 而你说10万片晶圆 很严重吗 不止 包括周边的厂房 当时预估光是这个地震 就造成了150亿台币的损失 所以就像哥你说 地震跟晶圆的产能 会不会有影响 跟它的股价会不会有影响 大有关系啦 当然有高度的关联性嘛 而且这会影响到国外投资人 对于台积电的稳定定 跟台积电的信心 所以你看第一时间 逐科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就是发生了这个强症之后 来 各位 这整排的不是排演唱会门票 也不是在排早餐 他们在做什么 全部都在往外跑 这是在疏散 等于是台积电早就已经 针对相对应的发生的状况 跟突发的事件 做好准备 所以各位你看到 全部人大家都乖乖站到外面等 想说只能等这个地震 赶紧结束确保厂房没问题 而包括力气电 包括台积电 都已经预防性的停机 换言之今天早上的产能 今天的白天 确实已经受到影响 而就任布林伯伯都说 这个东西很严重 甚至他们是用什么 持续更新 不断的在关心说台湾的状况 台湾的地震 台湾的灾行 台湾的影响 就是怕会不会对于他们投资 甚至在财经上 确实有所冲击 好 那如果我们拉高 这个所谓的整个护国深山产业 不要只聚焦台积电的某一间厂房 大家都要发展半导体业 半导体业又怕地震 地震就看你 踩在什么样破碎的地层上 这张图提供了我们什么线索 是 居然跟我们虽然讲 台湾的地震 包括它的断层带 包括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非常的密布 它的地层确实非常脆弱 但我必须先给各位观众朋友 一个前提 不是代表我们台湾的晶圆场岌岌可危 因为我们的抗震设计 事实上都已经把这些试算到 包括设置的时候都已经想象到 而且是以超过大概两倍左右的强度来做因应 所以你很少很少会看到 到底晶圆场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 你看到这个你还是心里会怕 为什么 来 我们有新竹竹科园区 有中科园区 有南科园区 但我随便列举几个就好了 大甲断层 彰化断层 车龙谱断层 还有这个九穹坑断层 各位为什么我要念这么多 因为我们讲的所有的科学园区 几乎都会重叠到 一到两个左右的断层带上面 而且来 这个数字 台湾65% 来 各位再讲一次 65%的晶圆代工产能 通通都在高风险的地秤断层带上 所以现在外国媒体也好 外资也好 最担心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生产的命脉 包括你说两晶圆 两奈米的 很精密的 只有在台湾才有的前端科技 会不会因为受到这些断层带的影响 而影响到它的产能 甚至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产业链 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图 我有一个特别有感的就叫 车龙谱断层 那个就是当年921撕裂全台湾 心肺的那一条断层 你不要忘记了 台积电跟台湾没有关系 当然也有关系 对 没有错 各位观众朋友 我刚刚特别提到两奈米 为什么 因为两奈米附近 就是在最近是不是大家 吵得风风火火的说 宝山的新场 而它这个现场的附近 就是新城断层 而这个新城断层 它的名字跟它的旋迹 都有一个味道 它叫新城 但与此同时 它也真的是新生的断层 为什么 因为它是第一类的活动断层 断层总共分为三类 各位朋友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反正你一想 数字越小 代表它的越年轻 代表它的活跃度越高 而且跟造成921地震的车路 不断层 完全是同一类的活动 所以专家就很多人在担心说 不对啊 环平的时候 确实我没有提及到这个问题 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地震 所以他们因此 确实有把厂房 根据那个断层 相关的地理位置 做退缩 而且把它的相关的设备 都做两倍以上强度的强化 但是大家还是在担心说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地震 有些有毒化学物质 如果因此外泄的话 该如何是好 而且不只是如此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台积电也说 我们要在嘉义 设置全新的封装厂 而这个封装厂 房价确实也因此而上扬 但是别忘了 在嘉义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刚刚为各位 介绍的这些系列 它也是断层非常活跃 带有隐忧的一个地方 好 说到了居住 居住跟地震 导播我们来看看 这个新北非常恐怖的摇晃 我花那么多钱 买了这一户的豪宅 结果一场强震 居然上演了这个镜头 来 宇轩告诉我们 这个现场发生什么事了 对 各位你看到 你以为说这是什么LED看板吗 还是说它的帷幕吗 都不是 是因为这个是豪宅 而豪宅的顶楼 就一定要配备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游泳池 所以就两个 当它地震大幅度的摇晃的时候 等于是它上方游泳池 瞬间变成瀑布 全部沿着它的外墙帷幕 直接往下滑落 所以大家讲 真的是奇景 但讲白了 说奇景 但是也很惊吓 为什么 因为全台呢 现在根据专家统计 这个相关的地震研究中心 44条断层之内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50年以内 规模6.7以上的地震发生率 破9成 9成 对 而且他说规模 如果超过7以上的 恐怕也有过半的机率 换言之 未来还会不会有大地震持续发生 如今今天就已经演练一次给你看 而在台北市这个地方 因为它又是盆地 又会有强化效应 加上它的土质有异化的现象 导致恐怕如果发生强震 就连台北也难以幸免 好 委员 今天这么一强震 我刚说了 旧灾旧苦旧难 第一优先 第二个我想到的是我们的 护国神山产业 你怎么看 我们的护国神山产业 比较高级的厂房 它事实上在盖的时候 都有考虑到断层 有考虑到地质 也有考虑到地震等等的问题 那这些抗震防震的系数 也都比一般的住宅要高很多 所以如果不是那种 电影中所看到那种 毁灭性的地震的话 大概我们的这些 撑到7.5级以上都不太有问题 大家要放心 那即使到那种状况里面 有些仪器 因为工厂就会停工 有些仪器会有产生的一些 不太优化的情形 他们术语上就是说 因为机器一步接一步 所以中间的生产线上 可能哪些地方 会有一些错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重新调教 重新再来 当然最难的就是在光科机前后的 属科设备 那些比较容易受损的 那其他的比如说在下游的封装 或者测试问题就不大 所以大家要对这个要放心 大概是早期的晶圆厂我不敢讲 因为刚开始有几家晶圆厂 做了那个所谓的奈米素 动不动就128以上的 250自己的奈米的 那个东西问题可能会有 但是后来盖的晶圆厂 要给所有全世界人知道说 台湾在这方面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工业面出了问题 所以昨天 今天早上或者 现在还有可能还有所谓的余震 对于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地震之后重新检查 也要花一些力气 花一些成本 那有些设备可能是 只要停工一天到两天 不至于到什么 一个礼拜那种阶段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可以放心的 当然国外有人第一个想象说 那我的订单会不会来不及供应 这情形很少 即使说这个比较高级的 比较那个奈米素比较少的 也都是在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里面 大家放心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住宅 它就几乎是用那种 恒山指挥手那种概念在盖这个工厂 那其他的办公大楼就没有了 你不要以为科学园区没动的时候 我讲的只有晶圆制造设备 是用这个标准在盖 其他什么研发中心 一些什么办公大 一些园区的办公大楼 员工宿舍 等级没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那个等级这么高 成本是吓死人了 那刚好我们的晶圆厂很赚钱 我们的晶圆设备又很贵 所以花这个钱来做这种等级的抗震防震 那如果有人跟你宣传说 他建商盖的房子等同晶圆厂的标准 你不要相信 因为付不起那么高的代价 观众朋友 今天强震真的是吓坏大家 上班尖峰时间 你就来看到 在高楼秘籍 人口秘籍居住的这个双北 多少今天惊险的画面 都是上班族等红灯拍下来的 你看这栋楼 这怎么回事 豪宅的顶楼 水跟水帘洞一样建下来 这怎么回事 游泳池在顶楼 这个是讲究豪宅等级的 居然地震以后吓死人了 这个在哪里 这个是在台北街运的 这个台北市府站 台北市府站一出来 他这个对面那栋楼 一晃下去不得了 你很怕他一片一片墙壁 就会剥落 好了 这下就让大家开始担心起 这么密集的双北 下一次强震来 我们挨不挨得住 还有更多我们该注意 可能没有人告诉我们的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建筑安全履历协会理事长 戴云发带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来到这个地方 理事长第一道题 先来告诉我们 今天你特别为大家 准备了这一个模型 这非常重要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套模型可以解释 今天7.2的强震 如何对于脆微的 这些老旧建筑 设计不够坚固的老旧建筑 带来结构性的拉扯跟破坏 它怎么产生效果 结构系统我们如果挑房子 很多人都会在问 怎样的反正才是比较好的 那我常常在媒体上呼吁说 假设结构系统是属于大L 这种大L 大T或大U的 这种结构地震来会扭转 所以相对和对安全上 会比较不好 所以我今天都特别带了一个震动台 模拟地震的发声 好 这次有一个实验组 一个对照组 这边我先介绍一下 这边是结构完整的一个基地 对称的 这个是L型的 对 这是有点 这一个我先讲 这个是有点比较对称型的 所以当地震来摇晃的时候 它会这样平均受力 所以这里一 二 三 四 五 五根柱子会平均受力 所以它一起稳定地摇晃 它是稳定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是有一个L型 那L型地震来摇晃的时候 它这里比较软 这里有三根柱子比较硬 密 对 比较密 所以它相对会容易这样扭转 好 现在我来担任地震那双手 一边咬你一边跟我们解释 好 来 地震发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咬大一点 咬大一点 你看这一根就开始在甩尾了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一根已经在甩了 一直甩 一直甩 那当然受力会集中在这种 转角的地方 或者后面转角的地方 那它有可能它就会受不了 它就会断掉 只要有一根柱硬力集中断掉之后 大楼就会硬生倒塌 那可是相对这一个 你看它是整个 五根柱子是平均受力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在挑选建筑的时候 尽可能挑选结构系统比较好的 那假如真的有些建筑业者 结构系统真的没办法 因为基地的关系 形状会比较不好 那它就要特别针对软弱层的加强 或者是转角的加强的设计 跟施工跟工法都要做处理 那现在我们建筑安全理律 在推动的就是说 我们把钢筋的部分 做成像回纹针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根 没有中断的 所以任何地震来会落水 地震来容易失败的 或轰角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变成一种 回纹针的形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理事长 经过了今天的强证过后 大家慢慢心神安定下来 怕自己在家里安心吗 怎么检查 我们会建议说大楼的安全是命运共同体 那尤其大楼导弹都是轰角嘛 所以你除了看你家那一户的墙壁 柱梁有没有问题之外 最重要的是看你家的轰角有没有问题 轰角的 对 一楼看得到的大柱大梁 看看它有没有 或者是简历墙 有没有45度的裂缝 假如有的话 其实你就要找专业的技师来做评定 你手上有一些照片怎么看 对 像这个就是属于柱子 大柱假如有这种45度裂缝 其实它就很危险 那或者是说以一个大梁来讲 比如像它有这种45度裂缝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那墙壁的部分 这种就是比较常见 可能说隔肩墙 隔壶墙有一些窗角裂 这个是 这鞭头鞭補的 比较没关系 比较没安全余力 可是假如像这种 45度角 像这种45度角很多的 这个就表示已经有受损了 那该怎么办 如果家里发现了这个 其实像这种的或这种的都很严重 这种其实基本上它里面的墙壁的一个 结构性有破坏 那我要怎么补墙 那假如细微裂缝 我们可以用美观补土就好了 那假如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会建议说 可能要找专业的补墙的单位 它会用专业的灌注的方式去补助 对 假如它还没有 假如是砖墙已经裂到穿透 而且松动那就真的可能就比较没救 要整个重做 那假如是这样子 它有些有点裂 也裂到有点缝 它其实还是有方法去把它补墙回来 我们会建议大家说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做一些修补 那这一次地震过之后 你把它补回了安全 下次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才可以有一起来抗震的第二道防线 这25年来最剧烈的摇晃 刚刚听伟翰讲 921的时候在台北跑新闻 都没有今天这么摇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立法院 就直接变成了灾区 韩国医院长第一次先干嘛 找济师直接来检查 有没有哪里出了问题 赶快要补墙 我就问 立法诸公们 你们掌管全国的总议算 自己住围楼啊 好 居家刚刚好 包新闻观众朋友 今天韩国医院长速度真的是够快的 刚刚画面请老婆再放一次 今天才刚地震 早上才要开会 7点多以后 9点大家开会 有一些委员会 因为还在余政 直接就修会 但是韩院长呢 他把济师找来了 观众朋友 这个在中心大楼的7楼 好 王宏卫的办公室讲说 我门口出来怎么整块 砖块全部都掉下来了 会不会影响整个 中心大楼的结构啊 如果有影响的话 观众朋友 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 我们所有政治的headquarter 我们政经中心在这边 如果出问题怎么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来看立法院的状况 韩院长已经请济师 全部看过了一遍 但观众朋友 我要跟大家讲 中心大楼 它掉了这个7楼的瓷砖 这个把它补上就好了 只要它的整个结构 没有受影响 但中心大楼是新盖的大楼啊 韩国瑜院长的办公室 是在立法院大门口 进来上面的2楼 你知道 这个是中心大楼 有没有 整块掉下来 刚刚还有个画面 是旧的院区 也就是 整个立法院 大家有没有发现 长得很像一个学校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这里 这个是立法院的其他的部分 立法院长室外面 这个 俊三哥你知道 这个有多久历史吗 这个有多久 报信文告诉你 90年 这么老啦 因为这个立法院呢 是当时日本时代的时候 台北州的第二女中 当时有四个女中 一女中 二女中 三女中 四女中 三女中 就是现在的中山女高 台湾人念的 一女中 二女中 是日本人念的 好的成绩去年 北一女 在现在那个位置 然后第二名就来念 这个现在立法院 可是后来 日本人回去以后呢 一二四 因为学生不多 日本人都回去了 就集成一个学校 就叫北一女 那中山女中呢 就是现在目前 以前的这个三女中 那这是二女中啊 二女中呢 从1927年到现在 那我算一下 90年啊 90年了 已经快100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么旧的一个 就是立法院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用 观众朋友 大家就要讨论说 那立法院是不是要牵纸 再盖一个新的立法院呢 韩国瑜院长动作很快 那周安来 秘书长有说 有跟韩国瑜院长报告了 记得吗 之前一个立法院院长 是游锡坤 他就做全台评选 只有选很多地方 但目前知道 并没有告诉你位置 就是韩院长 可能属意就在台北 那很快的 因为这四年的任期 会到2028年 韩国瑜会遇到 这个立法院使用 刚好100年 也好1927年 那因为地震的关系 到处有灯掉下来什么 手信没有什么委员受伤 罗志强早上还来开会的时候 他差点被砖块砸到 所以非常危险 韩院长也PO了个脸书 问大家地震都平安吗 要为台湾祈福 90年的老教室 院长跟113位委员 在这个地方 今天有人就不平责命了 唐凤呢 住这个闪亮亮的新大楼 可以这样吗 所以嘛 齐凯哥就叮下去了嘛 什么叫实验组对照组 你两不比较 就没有伤害嘛 今天立法院院区这么久 韩院长还到处去看 那你今天就有一个部会 我常讲 俊阳哥当兵的时候就有一句话 不打琴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啊 哪一个部会跑去租在新光大楼 新光大楼在我们地坛旁边 那个是地后 有够费 你给他租金还多钱 有人讲说没有几 是几千万都贵 因为其他部会都没有 所以今天立法院的这么多的立委 包含立法院长 用这种快要100年的房舍 以前是学校 这学校拿来当立法院 也差错了错了嘛 为什么 因为其实早在2、30年前 就有讲过立渊千天计划 就在下面讲华山大草原 因为要200多位 啊 太多钱 就不花了 你今天术发部 已经是民怨之首啊 大家对于术发部的浪费 打炸不利已经非常的美颂了 你还花那么多钱去租去装潢 难怪会被立委拿出来叮 你就是花钱花最多的部会 雨萱 这个时候唐凤表示 强政干我什么事啊 干嘛喊我啊 那我直接讲白了嘛 为什么跟唐凤有关 因为今天这个災防细胞简讯的系统 大家第一时间联想到 不就是你术发部相关的业务吗 这个我很有意见 我跟你讲 我跟我女儿躲在餐桌上早上八点 躲在那边他走到要死 他的手机猛叫 我的都没有叫 为什么 对嘛 因为你这件事情苛责气象署 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嘛 第一个原本气象署叫气象局嘛 他只提供资料嘛 在第二个即便他升格之后 你现在去问气象署 你知道他的说法说什么吗 他说 因为各个县市呢 我们原本预估的阵度规模 跟我们想象当中有落差嘛 四级以上 我们才需要公告嘛 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大家的阵度 确实都达到四级 各位 阵度跟瑞士规模不一样 阵度是指人的体感 包括他可能造成的危害 比如说七级阵度就代表是 你连走都没办法走 现场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在讲的是阵度 但是这个说法说得通吗 说不通啊 如果按照气象署的说法 那应该全部人都要收到 不然就是全部人都不要收到 结果我今天录影的时候 我才跟另外一个 吴子佳董事长我们在聊 他说他跟他太太都收到了 我说我没有 我是摇到一半 被吓了半死之后 我才看到的 那你说有没有影响 当然会有啊 因为他的影响是多久 黄金十秒 他其实大概提早 十秒到十五秒 也不会太久 但这十秒到十五秒 可能就是可以让人家 跑出来的一个 黄金十几 跟所谓的救命的时间嘛 对不对 那我们讲 这个叫防患于未然 那你好 事后之后 这个叫做善后 叫做亡羊补牢 所以我们看到 立法院长韩贵 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亡羊补牢 对不对 他去看看巡视 比如说立法院 是不是有两台电梯 需要赶快的 把他紧急的维修 或者是他的砖墙剥落 砖墙剥落背后 是不是有代表 结构性的问题 或者是零星上的个案 他去做一个统一的盘点嘛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 包括交通部现在在做什么 跑去跟你讲说 这相关的苏华东路 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 把他疏通 能够让他通运 包括赖清德做什么 跑去花莲 即便他现在是副总统 各位 我再给我一个观念 他是准总统 他没有工作的 就是你今天述发布 变成是跟谁为伍了 你跟柯文哲为伍了嘛 柯文哲发生事情之后 他就做什么 躲在桌子底下 拍影片 拍端影音 都不关我的事情 好歹他也是个前台北市市长 好歹他也是第三党 大党的党主席 就完全都不关他的事情 你苏华部今天双手一摊 也不关我的事情 然后因为你住在一个 最清华的地段 对不对 然后呢 完全绝对不会受到 地震灾害的影响 那我就问各位 现在有一个状况 全台湾的灾害人数 不管你是不幸罹难的 不管你是受伤的 请问一下这个数字 是不是滚动式的在调整 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包括现在整个结构 请问一下这些科技跟数据的东西 速发布能不能派上用场 当然 你怎么可能置身于事外呢 对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派上什么用场 不是我们来讲 是你自己要offer给大家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 AI全面的数位化 或许你的科技跟你的协助 可以不只帮助救灾 更加迅速浪费过去的时间 还有机会就到人民 所以现在单单的双手一摊 坦白讲 那我们讲唐凤也好 速发布也好 可以好包包宽宽 包包起来 委员今天晃成这样 结果就我们这四个在现场 有人有收到细胞简讯 有人就没有收到细胞简讯 关键黄金逃生就那几秒钟 可是我们得到政府跟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考量规模考量阵度 只有6.8 哇 所以不发简讯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地震的警报不是预测 它是反应 就确定发生地震以后 你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反应的时间点的判断 就很重要 第一个像我们的所有的捷运系统 包括今天桃园机场捷运 它自己有地震侦测系统 它第一个时间侦测到了 没有根本不管你中央气象体什么讲 它马上就停止了 为什么机场捷运做得到的 你发个警报系统有这么困难吗 而且你发个警报系统 还发的2266 搞不好是黄伟瀚也收到 对不对 张雨轩也收到 偏偏我们两个都没收到 雨轩没收到 我也没收到 对 我也没有 那你是什么 我们四个都没收到 对啊 你们都没有投给民进党 所以就收不到是不是 我这不好啊 就王定宇收到了 还有这个什么洪池庸收到了 那为什么 我问过好几个国民党委员 他们都没收到 难道人家发简讯 都有还有辨别颜色是不是 太瞎了啦 太瞎了吧 我问过大部分人都没收到 可是王定宇第一个时间 就说他收到了 他人在台南 台南是震度最低的 你这个没办法解释嘛 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 有时候 这种发动地震的警报 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也许需要10秒20秒的逃生的时间 其实真正重要是谁 在马路上运送货柜车 在马路上的连结车 因为他很容易失控 然后这种大型的货运的司机 提早预警太重要了 因为什么 你要知道人在开车的时候 地震的第一个时间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他必须要靠警报系统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靠灯在摇 我们会知道有地震 请问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那个落差 它在晃耶 对 你那个落差时间就很少 而且根据现代都市里面地震的灾害 所有的研究报告就是一个 在交通运动状况里面 产生的人命损失是最高的 就挤入今天花莲 不是有个货柜车吗 车头不是被石头砸掉了吗 就差6秒 什么意思 他根本不知道地震 往前开 往前开了以后 前面刚好是落石悬崖 下来刚好杂重啊 而且不是地震发生 落石就下来 落石一定是在地震发生以后 十几秒才会掉下来 如果你今天的司机 车上得到了像上一次的七通 飞弹紧急警报 请问你 这个货车司机今天被打死了 你有没有发简讯到那手机里面去 而且发地震警报 政府不花一毛钱 一毛钱都不用花 那你为什么不花 那你说怎么不花钱 因为我们发牌照给这些 手机通信公司的时候 都有讲过 政府要紧急通信的时候 你们不能收钱 所以他们营业的时候 都已经把这个考虑 列为准备金里面 从各位每一各位交的 这个手机费用里面 就已经摊掉了 那你还不发 对 这问题就弃在这里啊 朋友朋友从现在开始 四天的清明连续假期全面展开 打算去哪里走走吗 我们今天晚上要告诉大家 以后整个饭店餐旅的 旅宿的商机大爆发 你就来看到龙头扛把子精华 2023一年赚回一个古本 有多猛 当时疫情期间失去的 这一次要手刀赚回来 后面有追兵啊 王品创办人第二代 危机入市 居然短短两年狂扫了 36间的个型的饭店 全面更新 要来卷起袖子 大抢钱 这座金银岛 谁能笑到最后呢 我们先把画面啊 拉到台湾的最北端 基隆这个地方 基隆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叫做基隆港嘛 你知道他们这几年 不断的在整这个 所谓的基隆港里面的 一些所谓的营区啊 或者一些所谓的 公有的土地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事实上它原来有一个 叫做威海营区的 这样一个部分呢 在这几年呢 陆陆续续啊 都开始把单位都牵走 现在将近1.42公顷的 这样一个营区啊 目前将规划作为 结合饭店的这种 复合式的这个商场 而且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啊 在这两天的时候 也找了这个 大家相关来开会 目前共事啊 就是希望把这些地方 整理起来之后 让它变成一个 观光购物的一个狼带啊 那我们就提到 其实在疫情解封完了之后啊 整个观光旅游业 整个大复苏你知道 光来看我们这个 所谓的观光旅馆业的 营运情况 你知道金华在去年营收 暴增10亿 达到31.8亿耶 那是被认为说 在全台里面 所谓观光旅馆业里面 扛把子啊 重点是 它的EPS啊 居然是11.1亿元 赚回了一个股本耶 包含到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餐饮啊 这个饭店类 像军月啊 军月营收成长 将近11.2亿啊 连韩社的EPS啊 也是将近是4.52元 也创下2016年以来的 这个新高啊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 台湾的这个旅游观光业 说实话 有时候大家觉得说 五星级啊 那些星级的饭店旅馆啊 越来越贵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也统计说 虽然贵 但是呢 居然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去入住啊 我们就把镜头 再拉到所谓的中台湾啊 像在南投这个地方 很多人讲日月潭 中部纪屋啊 所谓的好的这个 星级的饭店 很多都聚集在那 而且还有更多是什么 准备在进去的 那以这个台湾 平均房价最高的韩币楼来说 他的住房率啊 在统计里面啊 有发现到说 他是从90%微幅 下降到81% 那这个呢 其实对他的观光饭店 业者来讲 他们当然觉得说 这个直接营运状况上面来讲 他们需要 上属 还在可以接受 但是他也必须要注意 但是问题是 你去讲说 他的营收下降 表示往下跌 没有 我告诉你 因为接下来星级旅馆 看准这里的 还有像那个 莉莉温德姆的温泉酒店 预计在六月份的时候 也要正式开幕 通通都往这个 日月潭堆过来 全部往这边走啊 所以很多人 以前就觉得说 哇日月潭都是什么 路客啊 或什么去那里 结果呢 现在路客不来 你哪里还有办法走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像这个饭店业 他们就觉得说 不对哦 商机不会只有 在那一段而已 所以你看像日月行馆 现在日汉来 也把它给 这个买下 那买下来之后 就讲说 他们要开始重新整建 而且讲说 我每一间房间 都要能够看到 日月潭的那个景色 预计在今年夏天开幕 所以你看台湾的 这个饭店业者 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包含到什么 力宝 力宝跟洲际集团 合作地影镜 这个Vocal的这个饭店 而且包含到 嘉义芙蓉的Vocal酒店 在4月1号的时候 进行市营运 很多人就觉得 画面上面说 市营运就是 找一些亲朋好友 自己人来住住看 这样叫做市营运 他说没有 我周末订房已经超过8成 甚至连接下来的 这个所谓的亲民廉价 他说我的住房率 都已经客满了 所以大家就非常很好奇 说为什么像这个什么福隆 你们今天接二连三的 投入到台湾这个饭店 这个市场里面去 这就要回来 看他的这个所谓的母集团 力宝集团你知道 那力宝集团 其实有五宝田 他当时在看准的 就是说 周休二日这个商机 那你想说周休二日商机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旅游会分散或干嘛 结果他说没有 他觉得说 我如果投资饭店业的话 基本上应该能够 对台湾的观光产业 是有促进的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在中立就创立了 首家的这个所谓 福隆大饭店 结果没有想到 你知道整个观光产业 就真的这样聚集起来之后 他现在观光产业的投资 已经超过300亿左右 而且福隆饭店的房间数 我想全台加起来3000多间 已经成为是国内 新旗旅馆里面量体最大的品牌 好 接下来的发生 就是我们今天觉得 最最最要参透的一个道理 都说因为你国旅 你的房价定太高 大家都骂到爆炸了 可是这么这么这么多人 到处看 雨后春水 这些都老面孔 新面孔也杀进来 这才怪 谁呢 后面有个副爸爸 这个是王品创办人的儿子 第二代 也捧着一桶一桶金 要杀进来了 所以我们过去传统 看到这种所谓大品牌的饭店 都会觉得 后面母集团都非常大 但我们要介绍一个 可能对大家来讲 比较新的品牌 叫做敦迁国际 但是你现在看到说 这个名字好像好陌生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他的这些创办人来讲 他们每个来头都不小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包含到王品创办人 戴圣役的长子 戴冬杰 还有中国信托金控董事长 颜文龙的长子 颜志光 以及这个所谓的五品亭 他们共同创立 所谓的敦迁国际 那其实以他们这个创立来讲 当然有人是出钱 那有人是提供策划 有些人是我自己旗下 其实就有饭店的这个品牌 他们其实 请看他旗下 拥有中国立志大饭店 高雄华原饭店 台中永丰弹 总共加起来53间 我刚刚提到说 你今天立保集团 你的事业体 你有3000多间的房间 是量体最大的 可是我把这些饭店 冲通集团 我也有4000间左右的客房 反而成为台湾最大的旅宿集团 而且他其实用更不一样的方式 很多人就说 你要把它买下来 我刚刚没有 他用租赁的方式 两年狂扫36家的这个旅店 所以这也代表的是什么 虽然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国内的这个观光旅游市场 有些人觉得说 星级饭店什么很贵很贵 但是你在不同的旅客的区分之下 其实还是认为 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讲 贵的饭店有人想去住 可是有些人出去玩 就觉得说 我可能想住一个便宜一点 在网路上就有很多网友 去分享说 我告诉你 我找到好多好便宜的这个饭店 住起来也很开心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也有民众分享说 他住这个比较便宜 这个平价的饭店 他们的这个感受 比如说就有网友讲说 他们去住台南火车站附近 这个饭店 一个晚上才900块钱 火车站会骄逃避 好便宜 他就要进去之后 发现到还有一个更便宜的物财所值 他说浴室居然比房间还来得大 这是什么诡异的格局 很奇怪 他住得很开心 结果后来到网上去分享的时候 还有人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赚到了 因为这个网路上面非常有名 他就讲说 传说中是一个 曾经上过新闻版面的 这样一个饭店 那这个网友就说 还好我住在那里 几乎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可是就有其他的网友就开始 一个一个把那个楼给盖起来 甚至有这个所谓的国中体育老师 他就说我带学生去入住饭店 通常也不会找太贵的 就住一些便宜觉得干净 卫生就好 结果没有想到 整个晚上学生不断来敲他房门 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有学生讲说 我那个床不是很稳 就一直在摇 可是我也没有动 他也在摇 甚至有人讲说 我感觉窗户悲 好像一直有风吹进来 可是去看的时候 那个窗户也都关起来 甚至还有那个网友 说我住台中火车站附近 一个晚上765块的饭店 更便宜啊 而且他是真正饭店 给你一个房间 不是给你最大通步 或者是那种什么 那个胶囊饭店那种 他说没有 结果他说很奇怪 我在那边睡觉的时候 一直听到有人在拖椅子的声音 可是我看看房间里面 就只有我一个 是什么人 你到底住到哪里去了 他就说一直在那边拖椅子 甚至有人上厕所冲马桶 你知道 他觉得更奇怪 说我现在人家住在这里 到底在这里 谁在那边冲马桶 很多的这个 在网路上面 关于饭店住宿的这些 所谓奇闻去谈 我告诉你 在最近也在网路上 非常的火热 25年来最强烈 最有感的这一起强震 已经造成了 至少8条人命的损失 我们看到镇压所在的花莲 现在整个莲外的铁公路 因为强震而中断 延误了救灾 也阻碍了进度 继续加油 希望大家平安 而双北更是晃得七荤八素 脚下的每一条断层 要是任何一个错动 伸懒腰 恐怕所有台湾人 吃不完兜着走 还有余震 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快点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 感谢您